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失眠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阳不入阴 大家都知道阳主动阴主静这句话 阳气保证我们白天的活力精神 而到了夜里呢,阳气就要暂时下班 阴气开始值班,这样身体才能够得到阴气的涵养 我们才能够睡个好觉 阴阳想要顺利的交接,经络必须保持通常 但是如果我们身体某处的筋出了问题 因为筋它们多数是伴着筋络而行的筋僵硬 那或者是形成筋结,就会导致筋络气血运行不通常 这也就是我经常在前面跟大家讲的筋络上预读点形成的原因 那么阳气自然就不能暂时下班了 阴气也就不能到点上班 阴阳调节失序的结果就是人整晚睡不好觉 而且白天也无精打采的 周医认为心主神明,心跟失眠的关系最大 心经如果出现了堵塞异常 心主神明的功能就必然受到影响 从而就勇发了失眠 今天李老师就教你找到我们手腕上的一条失眠筋 打通你的心经,让我们能够阴阳平衡睡个好觉 心经的筋脉很容易堵,因为它很短,就在我们的手臂上 手臂的内侧靠后,就是照应着小指的这一边 平时我们做一些体力劳动,或者是长期的腐按工作 手臂处于这种弯曲的姿势 所以这条筋很容易僵硬 从而就影响了心经气血的运行 让你入睡难,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做很多的梦,容易被梦惊醒 接下来我们就来疏通这条失眠筋 心经上需要疏通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处在你的上臂 大家把自己的上臂这样举起来 你会发现呢,你的上臂下方,这里是有一条旋垂的肌肉的 有的朋友,这条肌肉捏起来里面有很多小颗粒 而且非常的疼痛 好像这条肌肉与你的手臂是分离的 它只是在你的手臂下方旋垂着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疏通上臂的这条肌肉了 疏通的时候呢,用你的四指并拢 拇指张开,放在你这条肌肉的里外两侧 大家用力的揉捏它一点一点的 从腋下一直到手肘的部位 越是疼痛越需要疏通 反复的揉捏三分钟 如果你的上臂是非常紧致的 没有这条旋垂的坠肉 而且呢,我们捏起来也不痛 那么咱们可以不疏通这个位置 则有两侧,各三分钟 这是第一处 那么第二处是在我们的手腕上 有一条筋 在手腕的内侧 小指的下方 从你的腕横纹往下 大家可以摸到这里有非常明显的一条大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点的这条失眠筋 大约呢,有四横指的长度 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失眠筋上面是有四个穴位的 分别是神门 殷熙 通理 灵道 紧挨着 四个穴位都在心经上 这个位置啊,很多人是容易堵塞的 咱们可以先沿着它慢慢的揉一揉 找一找 看看你的这条筋是不是僵硬 是不是疼痛 如果有痛点的话 这就需要你重点的去疏通 有的人是觉得整条筋都是硬硬的 很酸痛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啊 来回的推一推 你也可以拿刮砂板 来回的去刮一刮它 轻轻的疏通 如果有痛点的话 就在这个痛点上重点疏通 左右两只手都是一样的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或者是您在睡觉之前 轻轻的揉一揉这四个穴位 疏通一下这条筋 很快呢就能够感觉到心平气和 大脑非常的宁静 很多杂念不知不觉间就消散了 很多人会感觉 左边的心经堵塞 比右边的要严重一些 比如说呢会感觉 左边这条肩比较疼 还有呢左边手臂 大臂上疏通的时候 也是坠肉颗粒比较多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平常 自己做疏通的时候 左右两边都是需要疏通的 您可以在左边 多花费一些精力 可以在左边 操作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这两段疏通开 那么您整条心经 基本上都通畅了 当然失眠的原因不止这一种 但是疏通心经 恢复心脏的供血 一定是可以起到 养心安神的作用的 而且对心脏也大有好处 大家一定要按照上面 老师讲的方法 先自查一下自己的心经 是否有堵塞的地方 一定要经常去疏通它 改善自己的睡眠 也让心脏功能能够得到恢复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